桃园有一名六岁大的小男童 他在阳头这个阳台 和一只拉长狗玩的时候 狗狗一四世为了要挣脱 结果一跃而下竟然是直接跳下阳台 跌落到了一楼 导致他颅内的出血倒地 而这个过程呢刚刚好被一名爱狗人士张小姐给募集 误以为说是不是小男孩虐狗把狗给从楼上丢下去 气得告上警局 可爱的腊肠犬目前在动物医院打着点滴 有人缘照料令人看了好心疼 当时一名六岁小男童在二楼阳台跟这只腊肠狗玩耍 狗狗一四受到惊吓想要挣脱 居然一要就跌落一楼地面 碰巧被一名爱狗人士张小姐募集经过 一度误以为有人虐狗 气得前往派出索报案 应该是小朋友跟小狗在玩 并非所谓的虐狗案件 他去找妈妈 小男孩真的吓坏了 当时那长狗颅内出血 受伤在地无法动弹 昨天宋医已经恢复健康 当得知肇事小男孩年纪小 也并非故意 张小姐决定撤告 让虐狗乌龙和平落幕 这里是杨明志 观众报导